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1月7号 今天这个日子呢,对于江泰公来说啊 这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是我这个频道啊 出的第一千期节目了 这么长时间来啊,也多亏大家的陪伴 要不然啊,我这个频道啊,也做不下去 我做油管频道呢,一共是两年半的时间 最初那半年呢,我是另外一个频道 就叫加州江泰公 然后那个频道呢,做了半年 订阅呢,大概有个六七千的时候呢 突然被油管给删除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那个频道给删除了 现在可能还有一部分老观众是说 那个频道呢,一直跟过来的 然后中间呢,我歇了一两天 然后我就想想啊,我也不能这样 就认输了,那我们也得越战越勇啊 所以呢,又新开了这个频道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看的这个 加州江泰公news 这个频道呢,到今天是出了整整的一千期 大概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我这个频道呢,是一个慢火 慢功夫 这个热度呢,是一点一点起来的 而这个观众实验程度呢,我觉得 也是一个慢慢的在成长的过程 我们同时期的有几个播主 也是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有的人已经有二十多万的订户了 有的已经有十七八万的订户了 他们这个成长比较快 另外呢,他们那些播主呢 也比较年轻 形象气质也比较好 不像这个江泰公远年纪也很大了 形象也不怎么样 能有这么多人啊,肯订阅我的频道啊 每天听我在这叨叨半天啊 我已经挺感谢了 为了感谢朋友们的后爱啊 我想呢,明天晚上 每期时间九点钟呢 做一期直播 来给大家互动一下 也顺便呢,回答一些大家的提问 主要是我们在一块相互加深一下了解 那么书归正传啊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依然谈这个与台湾有关的问题 这个台湾话题呢 实际我也不想说了这么多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台海问题 就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想回避它 你也回避不了 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新的消息 就是在中国那边上上下下 五毛粉红 喊打喊杀的时候 在这种环境下 在中国的网络上呢 流传了这样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呢 据说是中国社科院 跟这个民主党派人士联合发的 但是没有明确的署名 但是这个文章呢 在国内呢 以图片的形式在转 证明在国内呢 还是有能看清楚大局的人 今天呢 我们就来谈谈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还是被法广挖出来的 11月6日 根据法广报道 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在北京的威胁和小粉红 一片寒打海沙身中 今天11月6号 发现墙内静悄悄流传一份反战宣言 这份未属民的宣言 以中国科学院台湾问题专家 政协民进 民建中央等民主党派 和平反内战人士为名 一共列出了大陆不可公台的五大理由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把这个五大理由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再把这五大理由呢 再点评一下 无论怎么说吧 大陆能有这样一篇稿子出现呢 作为江泰公来说啊 也是比较欣慰的 在一片寒打喊沙之中呢 有一种呼吁两岸和平的声音 我觉得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理由一 和平处理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问题 两岸领导人要以高度的政治智慧 和民族责任感来对待 历史上国共之争 同族中国民众血刃相见 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毛泽东蒋介石 为了独争天下内战 使老百姓生灵涂炭 都成了历史的罪人 邓小平先生 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 显示了第二代领导 集体的高度政治智慧和历史责任感 这是他给的第一个理由 所以就是我们在看这段文章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来看它 就是这些人毕竟是生活在大陆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台湾朋友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 也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声音 就是在大陆那种高压政策下 有人敢出来反对战争 倡导和平 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他这个第一个理由 我也是比较认可的 就是别人老说的 中国人是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从古到今 只要是跟外族人打仗的时候 都是败多胜少 但是你看那打内战的时候 那个凶残性 我看是没有国家能有比例 我们不说别的 就说抗日战争吧 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总共才歼灭了日军多少人 国军可能歼灭的是几十万吧 那么放到中共 那就是更可怜了 一共打死日军851个人 对不对 那就让人觉得哪有战斗力呢 但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辽省平均淮海 哪一次战役 共产党不是歼灭国军几十万人 所以这个啊 就是让人觉得 这个中国人啊 就是内战内行 那你想想 他能歼灭国民党五十万 他自己不得死个三十万 那我们综合来看 光是国共争夺天下 那就要死几百万人 所以往大理的说 这是两党之争 往这个具体的说 就是那些极个别的人 在争夺这个天下的控制权 然后呢 搞得百姓胜灵独产 所以这种观点呢 我还是基本认可的 就是在中华民族这个框架之下 难道说就不能和平解决一些问题吗 非要刀兵相见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倡议呢 我觉得来的也是比较及时 况且这个问题啊 放到大陆这边 那他们更要反省 你成天喊的是两岸一家亲呀 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呀 那你同时口头上又说 留倒不留人呀 这种言论 你这不是精神分裂吗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 能发出和平的声音 那确实是难能可贵 第二条是 台湾的国号仍然是中华民国 并且在法理上拥有对外蒙古 海山外 江东六十四屯 等多地近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主张权利 如果内斗 中国将失去对这些领土的主张权益 那么第二条理由呢 实际就是说明了呀 你去吞并别人中华民国呀 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第二条理由 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曾经的这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呀 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你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宁申申的从里头分裂出来了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并且把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主权呢 你放弃了 对不对 你无论是什么原因 人家中华民国一直在主张这个权利 没有承认放弃呀 从这个法理上来说 这一部分领土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最后是你建了这块土地以后 你把人家这个土地给放弃了 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他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假如说你把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灭了 你有什么理由去收服这些土地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好多这个中国人啊 就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况且对这个中国这个认可上面 比方说你像张太公这样的人 我就认为我是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 我就从内心我不认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个人觉得我是中华民国沦陷区的一个居民 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给我公民的身份 他只是给我的一个居民的身份 那我自认为我是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 我想跟我有近似思想人是非常多的 就是这种民国的感情 况且在中国啊 就是文化程度越高 对这个历史越了解的人 越有这种情节 那么这个他也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你这种统一是不利的 你把台湾去统一了 那些领土你再没有理由拿回来了 那么他隐藏了一个意思呢 就是要统一应该让中华民国来恢复国号 然后呢才有理由把这些东西收服回来 所以讲到这样的很多朋友也在理解 就是在这个华人圈啊 很多人呢都有这个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情节 毕竟呢中国自清爽以后呢 一直是这个大一统呢属于一个主流 这个分裂呢属于一个支流吧 就这种情节很多人是具有的 那么这个情节呢我们也在理解 然后我们看第三条理由 台湾在蒋经国先审后 已逐步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民主社会 多党制民主选举 教育医疗科技养老等民生 已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均收入三万美元以上 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已失去了解救人家与水火之理由呀 这个讲得太实在了 这个简直是打了这些五毛粉红的脸 也打了那些专家的脸 前几天那个国内专家还说呢 收服台湾的十大理由嘛 就是把这个台湾收服以后呢 可以把台湾的财政呢 更好的用于提高台湾人民的福祉 你这不是说的瞎话吗 对不对 人家台湾人民的这个社会保障 哪一点不如你大陆人民呢 还要把你的制度强加到台湾人民头上 你说你这个话可笑不可笑 但是人家在这个第三点上呢 人家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台湾啊 在这个蒋经国之后呢 已经走向了民族 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呢 已经跟这个世界的主流接回 而且各项社会制度呢 正在逐步完善 这个意思就是明显的好运你中国嘛 你哪好意思去解放台湾人民呢 你自己说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自己相不相信 对不对 你看看你自己的老百姓 那才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一个连自己的老百姓都不解救的人 还要去解救别人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说的也是比较中肯的 就是从老百姓的福祉方面来说 你中共没有一点理由去疼兵台湾 我们再看这个第四个啊 两岸再战必将大伤中华民族之元气 同族内战将在国际上丢尽脸面 并有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对战争发起者追究反人类 战争罪 种族灭绝罪等等罪行 那么他这个话呢 我觉得说的也行 这个话就是讲给你中共听的 对不对 你国际上这些侵略者 最终都没好下场 况且你这个是在同族同中之间 进行了这种战争 你在各个方面你都不战力 所以呢 他就列了这些人类战争罪啊 这个种族灭绝罪啊 对不对 就说你中国不能这样去干 而且这些罪中国肯定是要犯的 现在还没有开打呢 就说是要留倒不留人 对不对 那你想想 你这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言论吗 所以他这个话我还是很认同 第五呢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 进行内战是与历史背道而持的 违背了两岸和平人士 达成了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 望全国各阶层各民族 一起反对内战 他这个倡议还是很好的 就是一起反对内战 但是他们发起倡议的人呢 他是生活在这个大陆这个区域的 他们是站在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下呢 来谈这个问题的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就是抱着一种包容的心态啊 来看待他们的这个声明 对于这个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这个东西呢 在现在这个时间段 那么台湾是不认可的 本来那个东西呢 也是民间达成那个东西 也很模糊 那个呢 只可以说是 当做一个两岸和平的一个点吧 你不能拿那个东西 去把它放到全面去说 因为这个台湾 现在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他什么都有 他怎么不是一个国家呢 对不对 你中国更是一个国家嘛 那这就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不存在着说 民间的一种观点 就能立刻取代这个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法律框架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那个九二共识呢 也是被中共拿来放大话去说的 就跟中美之间 你这个乒乓外交尽管很重要 那只是在扑渡嘛 后面只有出了这个 中美联合公报以后 这个中美关系才是确定的嘛 中国跟台湾之间 它也是这样的 有民间的这个人呢 来在这互相的走动 倡导一些东西 最后两国达成一个协议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那么现在在中共的这种 高压态势之下 那么人家台湾这边的领导人 就不认可你这个九二共识嘛 那个你到哪去谈呢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两岸能不能和平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国际上的事情嘛 就是这样的 那以前南韩跟朝鲜 还是完全敌对的 那最后不也两边都认可了嘛 对不对 当时东德跟西德 他扎个柏林墙呢 最后不也就统一了吗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们都不要把它说死 最终是看 哪边的这个制度 对老百姓更有利 才会吸引对方 来给你和平共处嘛 放到现在就是说 那你台湾虽然小 但是整个的社会制度 优于你中共统治的大陆 那么你强行要让台湾呢 回归大陆 这可不可能呢 那现在很多人还抱着 让中华民国来统一大陆呢 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呀 对吧 假如说你中共 也确实拥抱了自由与民主 弄得跟台湾一样好 甚至比台湾更好 那是不是又具有了 两岸和平的基础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国际关系啊 也是一个动态的 那么作为每个人来说 都不希望有战争 但是我赞同台湾的那句话 你要说战 我也不害怕 我完全有自保的决心 我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 包括像邱国正前两天讲的那个 台湾绝不会向中国投降 为什么台湾从两岸一家亲 走到了今天 坚决抵制你大陆呢 对不对 你首先你这个中共呀 你自己就要想一想是怎么回事 那么现在在中国那边 这个社科院 还有这个民主党派 我们不管是哪一些人 打着这个旗号 能发出这样的和平倡议 我认为这都是一种好的迹象 可以说他们对习近平的这种 武统台湾的教肖呀 是非常不满意的 而且能把这个文章发出来的人 他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甚至一个很简单的势力 他肯定也是在中国呀 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明天呢如果大家有空呢 我们在每期时间九点钟呢 我们在直播节目 我们在交流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